我的家伪骂叫天晋 中国文化博大惊深 连地名都是在岁月的长河里 磨洗出来的史书 比如说 我的家伪骂叫天晋 因为在明建文元年7月 燕王朱棣起兵发动静难之役 其实战争一开始 建文帝是有压倒性优势的 但是架不住他 爷爷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 废物质文化遗产 手底下无人可用 逐渐落了下方 一年之后战况逆转 燕王朱棣亲自提领大军 打出清军策静国难的旗号 从北平出发 路过一个叫海金镇的地方 从这个小镇的渡口渡河 一路挥尸南下 打了几年 最终攻破了南京城 从侄子手里夺得了 梦寐以求的皇位 永乐二年 已经当了皇帝的朱棣 猛然间想起了海金镇的 那个小渡口 觉得有必要改名字庆祝一下 于是昭告天下 此地改名为天金 寓意天子金度 所以天金这个名字里 是帝王的意气风发 我们还有一些地名 是为了避会而改的 比如说 为了避汉景帝留起的会 起风改成了开风 隋文帝为了避太子阳广的会 一口气改了几十个代广字的地名 广安改成延安 广昌改成早阳等等 甚至说犯了敌人的会 也得改名字 比如说南宋朝廷 对金人恨之入骨 当时的金朝太子 叫完颜光英 宋高宗赵高 就把带光的地名都给改了 光州成了蒋州 光化军改为通化军 光山县改为七丝县 还有很多关于地名的故事 非常有意思 您家乡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有什么有趣的故事 可以写在评论区 读好书听历史古文 就搜七月白泽 咱们下期再见